《疫情》 过去这一两星期,疫情都双位数字地上升 相信大家都非常关心 今天我们就请到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慧教授 和我们分析一下疫情的发展 梁教授,想问一下,见到这两星期的个案都这么多 可不可以和我们分析一下的趋势 其实预计何时见顶和还会升多久呢? 在香港,其实我们由疫症开始 我们有第一宗的输入个案到现在 我们是未见到在本地有一个持续的爆发 但我们自从在3月第二个礼拜开始 是反而见到那个即时繁殖率 是已经持续超过1 如果这个即时繁殖率是不下降 看回在1或以下的水平 很恐慌我们离开自己本土的一个爆发的日子是不远的 1以下的水平就是为什么呢? 即使每一个患者平均来说 他都不能传给另外一个人 我们在过去这两个月一直都做到这个成绩 是比较平稳的 就是在过去这两个星期比较明显 第一,我们在外地输入的个案 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增长 第二个原因就是说 最怕在我们透过两个多月 在社会里面已经有了那个自越律 还有有了那个众志成城 大家除了保护自己之外 也都是会保护整个社会 这个所谓的社交疏离 是大家已经有点疲累 一定是会有一点烦焉 而这种究竟可以去持续多久呢? 也是一个问号 所以当你输入个案 即使有暴露风险增加的同时 在社区的警觉性又降低 但是为什么我更担心的呢? 就是即时繁殖率 是有一个10日至到14日的一个滞后的情况 所以就算现在我们的即时繁殖率 已经是持续高企了 差不多10日了 但是可能这个只不过是反映着10日之前的情况 还未充分反映 其实一直在海外回来的个案 以及过去这两个星期 我们开始放松社会的情绪 这个就是我们在未来这两三个星期 就是要特别要注意 所谓隐形患者就是有两种的 一就是说他在潜伏期的后端开始播毒 而这些人他始终潜伏期过了 他会自己有发病的 所以他就不是真真正正的隐形患者 而这一帮人呢 我们刚刚完成了一个研究 是看到可能是高达四成的总感染人数 是透过这个所谓潜伏期去播毒 为什么在这个新冠病毒 它这么难去控制这个地方 真真正正的隐形患者 就是其实它是从来 虽然染了病 但是不会发病 不会有病征的 这些就更加防不胜防 那这些有多少呢 没有人知道 有些人说 少到是总感染人数的5% 有不少人就说是两三成 如果尤其你看回 这个邮轮 转石公主号的数据 有些人甚至说高到是9成 所以真的要知道这个答案的 只有去看血清的测试结果 而零星这些个案 不可能是完全去堵绝的 但是我们要去做得到的就是 一定要保住这些零星的隐形传播链 是不会汇聚成为一个大的趋势 或者潮流 只要你零星的隐形传播链 它不会去汇合 它自自然然 它经过一代两代三代 它自然是会去退减的 但是如果它是汇合的 它就会成为一股新的力量 就会几何级素上 要看看我们香港人 那个措施 还有我们有几 银力有几高 真的可以咬食牙筋 在我们过去这十天 还有接近这十天 那个所谓的回流高峰期 如果我们可以是咬食牙筋 等它们回流高峰期 再加两三个礼拜 即是说回流高峰期 回来不重要 它染病不重要 但是如果我们咬食牙筋 不让它在一个社区爆发 我们可能捱得过这一关 在这个这么难去过的一关 还有要记住 不是好像沙士一样 三个月 三个月 四个月是可以完结 这个我们说的是一个 真是一个非常漫长的马拉松 要跟病毒去跑马拉松 我们要跑赢它 不单只是要有憧憬 还要是持续有个韧力 我们在看可能是九个月 十二个月 甚至十八个月的一场仗 你自己预计 其实整个疫情 最终我们会有多少人感染 很简单的答 那个数字可能是比较惊人 最低限度 要有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的人 在任何一个地方 它有抗体 或者有免疫力 那那个疫情就会减退 你说如果香港有七百五十万人 五至六成的 你说的是三百多四百万人 所以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小的数目 那你说有没有这么夸张呢 我们说如果一个疫症 是有这样的基本繁殖率 你就需要有最低限度 一半人或以上 有免疫力 它才会安定下来 我们现在要去做的就是说 希望无论我们香港有一波 两波 甚至三波的疫情 多少波都好 我们是要将它这些的疫情 是压到最低 等我们拖到有疫苗供应为止 而我们由现在开始 至到疫苗有稳定的供应 我相信最快最快可能是九个月 就是今年年底的时候 可能要年半即是明年暑假 才会有这个疫苗供应 大家可能听过很多次了 我们要flatten the curve 即是说将那个感染人数 在任何一个时刻 都要在一个可控和可接受的一个幅度 一个死亡都嫌多 但我们亦都要是理解 如果要没有人死的 是没有可能的 在这个疫症 我们什么叫做可以接受或者可控呢 最基本最基本 一定要守住这个门口的 就是说我们的医院病床 和整个医疗体系千万不能让它崩溃 现在似乎在英国和美国纽约 伦敦纽约这些这么大 这么富庶的地方 都似乎在未来这两三个星期 可能整个医疗体系是会崩溃的 意思就是说可能你需要有1000个深切治疗的床位 可能你需要2000个是用人工去帮他呼吸的 呼吸机 但是可能你真的有的供应是三分一 四分一甚至无五分一 这个就是你令到他整个系统会崩溃 意大利北部有一个神父七十几岁 他本来是轮到他了 可以进去这个深切治疗部 用呼吸机 他当他还很辛苦 呼吸不到气的时候 他告诉医生 他说你让我回天家 你把我的床位让给我旁边的年轻人 在48小时之后他是过身 广东话说 十个煲只四个盖 我们要守到那个底线 为什么这么紧 因为如果我们尤其在工营系统 是崩溃的 整个疫情是不可以想象的 这么惨烈 我们一定要保障长者 对比起譬如30岁的群组 70岁或以上的老友记 他是三倍这么多的机会受感染 受感染之后 又有三倍的机会死亡 即是说一个七十多岁的人 对比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 他差不多有十倍的风险 伤亡的数字一个都嫌多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是要压得有这么低 得这么低 而我们压得有多成功 其实无他 看两种东西 源头控制 即是说我们的边防措施 是做得滴水不流 第二就是 如果我们自己社区的交叉感染 群组效应 社交的频繁 又再次放松了 这就是我们会和不会令整个系统崩溃 最主要的原因 全香港七百万人一起一条心 第三 去保障自己之外 保障高危群组 保障不要有群组的播毒效应 这个就是我们怎么可以做得到 关关难过 关关过 而我们由现在至到有疫苗 有很多这样的关要过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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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